长期以来,加州一直是机遇、创新和自然美景的象征。 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告别这个标志性的州。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人们离开加州的一些原因。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Echo走遍美国。 这个频道主要给大家介绍美国的人文风俗、世界奇闻趣事、生活小窍门等。 如果您对这些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这个频道,并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每周二周五,美东时间晚八点,不见不散哦。 请注意,本频道所有信息和数据都来自网络,仅供大家参考。 一,生活成本飙升,人们离开加州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该州的生活成本高。 加州是生活成本最昂贵的州之一,该州不断飙升的住房、交通、食物和各种其他费用成本明显高于大多数其他州。 虽然加州拥有美国许多最富裕的城市,但该州高昂的生活成本对许多普通美国人来说是一个负担。 加州的生活成本排名第四,仅次于夏威夷、华盛顿特区和马萨诸塞州。 生活成本之房价,加州的平均房价位居第二。 除了居民数量逐年减少的问题外,加州还面临另一个严酷的现实。 根据The Motley Fool的报道,该州的典型房价位居美国第二。 这可能是人们选择离开病搬到其他地方的一个重要因素。 加州单户住宅的平均价格为737,677美元。 单户住宅比美国平均住宅贵216%。 尽管加州居民的收入超过全国中位数,但这种巨大的差距,凸显了加州人在住房负担能力方面面临的巨大挑战。 专业提示,为了根据家庭收入中位数,确定有多少人能够负担的起住房。 我们可以使用一般规则,即住房成本不应超过一个人总收入的30%。 根据这项规则,在加州购买普通的单户住宅对于该州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负担不起的。 加州的平均租金为每月2795美元。 就加州的租屋情况而言,数字描绘了同样令人畏惧的景象。 Zillow的数据显示,加州的平均租金为2795美元,给租户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就特定公寓类型而言,一房公寓的平均租金为2158美元,而两房公寓的平均租金为2800美元。 对于需要更多空间的个人来说,三房公寓的中位数租金为3695美元。 这些数字强调了加州各地租屋者面临的挑战,而住房负担能力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生活成本汁水电费,加州平均每月家庭电费为123.67美元。 加州的平均每月水费为77美元。 平均网络费用为每月40美元。 无论您在家工作,在线上课还是享受游戏和串流媒体,拥有可靠的网络连线已成为几乎每个美国家庭的必需品。 根据我们的数据,加州的平均网络费用为40美元。 因此,这场生活成本危机为低收入者带来了挑战。 许多前加州居民更愿意搬到负担较便宜的州。 2. 犯罪率高。高犯罪率是人们搬出加州大城市的另一个原因。 奥克兰一直被评为美国十大最危险城市之一。 加州的大多数主要城市,包括洛杉矶和旧金山,其犯罪率高于全国许多其他大城市。 全州犯罪率也相对较高,这一事实常常使一些人在该州感到不安全和不舒服。 数据,由于暴力犯罪率相对较高,加州最近被评为美国第17位最危险的州。 3. 无家可归问题。 加州有大量无家可归者,这是近年来日益严重的问题。 这是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高昂的生活成本,缺乏经济试用房以及心理健康问题。 大量无家可归的人口可能会让加州的一些人感到不安全和不舒服。 数据,CNN报道,加州每年增加的无家可归者数量比其他州都多。 现在有超过17万无家可归者住在这里。 4. 高税收。 加州以全国税负最高而闻名,对居民征收一系列税种,包括所得税、财产税和销售税。 这些沉重的税务义务往往对居民来说是巨大的负担。 再加上高昂的生活成本,这造成了双重打击。 加州居民需要赚取更多收入才能维持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 许多人可能会选择搬到生活成本较低的低税率州。 数据,加州的所得税是累进税,最高税率为13.3%,为全国最高。 5. 交通拥堵,加州以其臭名昭著的交通拥堵而闻名,这给居民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长途通勤和频繁的交通拥堵极大的阻碍了出行,也加剧了压力和焦虑。 数据,洛杉矶的交通状况在美国排名第六。 6. 国家政治,加州是美国最自由的州之一,有些人批评其州政府过于左派。 这导致一些不喜欢生活在民主党管理的州的选民离开加州,寻求更温和或保守的政治环境。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更偏向共和党的州,请查看我们之前的节目《美国最保守的州》。 7. 贫穷学校,与其他州相比,加州公立学校的排名低于平均水平。 这是一些家长的担忧,尤其是那些孩子就读公立学校的家长。 8. 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是一些人离开加州的另一个原因。 该州容易遭受多种自然灾害,包括野火、地震和洪水。 这些灾害可能会造成财产和基础设施损坏,也可能导致居民流离失所。 9. 缺乏工作机会 加州整体强劲的经济往往面临特定行业就业机会的缺乏,以及现有就业机会的激烈竞争。 这在洛杉矶和旧金山湾区等高成本地区最为明显。 尤其是旧金山和盛河西,被评为美国最具竞争力的就业市场之一。 就业的高度竞争给寻找工作的个人带来了挑战,并常常导致人们离开加州城市前往提供更好机会的城市和州。 数据,加州的失业率为4.6%,高于美国全国平均3.8%,加州的就业成长率低于全国平均。 如果住房负担能力问题还不足以吸引加州居民搬出该州,那么就业机会的缺乏可能会吸引他们。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塞德曼研究所报告称,加州就业成长率为1.79%,而全国平均为1.86%。 10. 干旱和缺水 加州许多地区正遭受严重干旱,该州是美国一些最干旱城市的所在地。 加州水资源短缺的影响超出了对水资源供应的直接担忧。 农业部门严重依赖水进行灌溉,面临作物生产和资源保护之间的微妙平衡。 农民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有时会选择耕种或改种耗水量较低的作物,这可能对该州的经济和粮食供应产生连锁反应。 11. 个人原因 有些人还因个人因素离开加州,这些可以是任何原因,但一些最常见的原因是未了与家人或朋友更亲近,或在另一个州寻求新的工作机会。 总结一下,人们离开加州的原因有很多。 从高于平均的生活成本,飙升的房价和租金,到全州缺乏就业机会,加州失去的居民,多于新增的居民,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您正在考虑离开加利福尼亚州,请务必仔细权衡利弊。 在做出决定时,请考虑您的财务状况,职业目标和个人偏好。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节目了,如果你喜欢这个栏目,请点赞转发,感谢支持,我们下周再见。